昨天看了索尼A74的发布会 索吹的大风马上又挂起来了 作为一个自身索黑 我就来跟你分析一下 目前这个阶段 A74到底值不值得办 隔壁的会不会更香 16999发售肯定要开始溢价 韭菜们 你们脑袋变热 我来给你们分析一下 3300万像素 S35下4K60P 全画幅下4K30P 支持4R10比特 焦点图对焦辅助功能 增加了PP11S一套 这些更新算是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呢 就是模式切换选顶下方增加 拍照视频升格的快速播盘 但我不知道拍照模式下的PP 这次是否学会了自动关闭 没了 这些就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有用心了 那么我来帮你们对比一下 目前索尼现有的机型 拍视频的用户肯定首选的是ATS3或者FX3 价格比ATS4贵出7000块左右 但是视频规格质量绝对是吊着打 玩命抽的那种 所以主拍视频的朋友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它 那拍照为主 偶尔拍视频的朋友呢 跟A7R4来比 4K30P10B4R财切60P 真就值得用3000万像素来换吗 跟A7R3来比 多了900万像素 4K30P10B4R财切60P也就这点东西 当然吧升级嘛 你手里有A7R3 如果还能卖8000块的话 那再添个9000块升级900万像素 你自己想像不像吧 都说了是偶尔拍视频的朋友啊 你对升级有那么高要求吗 你看得出42210B和4208B的区别吗 偶尔拍个视频 弄个PP2P主啥的 直出它不像吗 别惦记那PP11啊 它跟FX6FX9的Istintown 根本不是一把事 别忘了 A7R4的6100万像素 它可有可能跟No.1的1亿的单像素面积相同了 那再来看看售价 新机发布 不加价就不错了 你就别想着降价 所以A7R4肯定是16999 加 那A7R4呢 目前价位在18000上下 A7R3京东旗舰链预售11799 然后保文本相机也就一万出头 双11呢 应该还有优惠 所以拍照为主的朋友 你真的应该考虑清楚啊 你到底需要的是哪个 不过索尼就有这点牛逼了 保质时间比谁都长 如果你首发能抢到16999的话 用个半年再卖掉 最多也就赔个5001000的 也许搞不好有可能 你还能赚钱 这谁说的准呢 而双11这个节点啊 索尼之所以把A7R4开售时间往后压 我个人分析有两个可能 一是怕抢了24M3的销量 二是呢 目前肯定供货不足啊 即便是卖期货 还是会影响其他阴性销量 反正索尼发布新机的时候 都不怕没人抢 为啥赶着双11 你那4级抢自己呢 你说我说对不对 我突然想到A7R4还有一个优点 对 可以用CF-XS Type-A的卡啊 这样呢拍照片就不会像R4那样需要等缓存了啊 不过少了3000万像素ST应该也不用等吧 还有就是直播美颜了 这个对于姑娘而言啊 毫无抵抗力 本来我以为发布会是我没听清楚啊 最近有点耳背 但是看了各平台公众号写的也确实是一样的文案 4K15P的直播是个什么鬼逼参数啊 我没上过学 你可别骗我